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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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不能选择爱的事 难道要我解释 不恨不知 不中不知 再来一次 我知道 伸出双手我就能站稳 我明了 不错自信我就有可能 我拒绝 我拒绝 做这样的迷人 我不能 我不要 做这样的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上的九点半了 欢迎来 我们今天欢迎到的是 盧凯彤 大家好 对啊 就是卢凯彤这次呢 这个带着她的自己的全新专辑 有没有 然后这个这张专辑呢 叫做仙奇 对 对 为什么要叫仙奇啊 仙奇其实是一个 我想了很久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 虽然这张唱片做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虽然它 由我累积了 大概三四年的一些歌曲 可是我并不是很有野心的 觉得要仙奇一股风浪 仙奇一股风浪 我不是有这个野心 不是说我应该要做一个 大热门的歌曲 当然很多人都会有 这种心态 可是对我来讲 仙奇的意思是 一个非常小的梦想 对啊 Butterfly Effect 就是这个意思 我之前在美国 有一天出去跑步的时候 就跑到海边 然后就把一个小 非常小的石头 丢进去海里 后来呢 台湾就地震了 就你海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看到 一个小石头 可以掀起很多涟漪 对 我就很被感动了 我觉得事情就是要这样 我们每一天 可能你是写歌的 可能你只是在念书 可能你已经在工作好几年了 你每一天都有一个机会 去掀起一些小小的改变 然后无论它是很伟大的一种意念 或者精神 或者是完全是非常小的一件事 可能只是回家煮菜而已 你都可以有能力去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好 那掀起就是代表了 我这几年以来的一种心态 无论是有影响力的工作 或者没有影响力的工作 像是哪一些没有影响力的工作 例如可能有一些人在接工作的时候 一直想着回报 或者是钱要很多 或者是曝光率要很多 我知道了 曝光率要很多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只能上一次康熙 哦不行了 算了算了 曝光率很多嘛 知道吗 对啊对啊对啊 嗯 还是要上啦 康熙来了 拜託康熙会排一下通告 还没有还没有这种机会 可是我觉得掀起就是 一种态度 你觉得小小的东西都可以做出 很大的改变 应该是说这样子啊 因为有很多人每天都在那个 掀起淘天巨让啊 像我们这种就是 很小 tiny很微不足道的这种事情 反而就是 你这张专辑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概念 虽然说专辑的名称叫做 掀起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对 好 这张专辑呢叫做掀起啊 是鲁凯从啊 这个 单飞不解散 有没有 我们刚刚其实在关麦的时候 在量那个单飞 单飞不解散 好像一个可以吃的东西 单飞不解散 好吃好玩 又好玩 又好玩 又好玩有没有 可是感觉有这边那个味药啊 这边什么山山有没有 对根本就是味药 我们这个单飞不解散的事件就是 at seventeen会暂时的分开 对 然后我们都各自去忙碌 各自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能我是很坚持要继续在音乐创作方面进步 那可能林二文也是有做音乐了 可能他会做一些电影的配乐 跟做舞台剧 会比较幕后的部分 不是他反而比较幕前 他比较幕前的部分 我是比较幕后 因为我一直在当乐手嘛 对 可是这种东西都是 如果at seventeen继续黏在一起 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 就是你觉得说 其实在目前这个已经到第九年 或第十年的这个at seventeen 目前并没有什么火花可以查出来 不如自己先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也不会说没有火花 只是我们觉得 我们的创作到了一个瓶颈位 毕竟at seventeen 我们两个人都是喜欢很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我们一直在磨合 一直在融合大家的喜好 可是到我们喜欢的东西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在表面上看到我们的不同的时候 我们真的需要做出一种调整 我们要自己去成长 所以分开就有这个意义了 嗯 是是是 好 所以说呢 这次呢是卢凯彤他自己呢 带着他的新专辑怪 所以说这个大概筹备了多久啊 大概有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 就准备大概快两年 一年半 对对对对 对啊当初第一个想法大概是怎么样 就是我要自己发专辑了 第一个想法其实根本没有想到专辑这回事 只是想到我要把一首 一个自己的事情独立做好 对啊没有 就是在想我要把Summer of Love这个编曲录下来 嗯 然后给大家听 嗯 所以后来就有了Summer of Love 我的第一张单曲 是 就是这么纯粹的一种想法 嗯 没想到反应很好 嗯 然后公司也觉得 诶 那不如你再做几首歌吧 嗯 就试试看 我才慢慢试试看有 雀斑这首歌 嗯 然后在台湾发 后来也争取到一些机会 在台湾有演出 Live House 对 对 然后在一直做Summer of Love 跟雀斑的同时间 我是自己偷偷的一直在录音 就希望 因为这是我很热爱做的事情 嗯 然后雀斑的反应也不错 就决定要在六月的 六月份的时候 真的可以正式的 发行 发行我的专辑 嗯 是是是 好 那刚刚讲了这么多雀斑之后 因为我现在这个 刚刚忘了跟他们 跟你这个确定一下 我们该是听你先现场唱一首歌 还是我们先来听雀斑 你觉得哪一个方向比较好 我们先来听好了 先来听雀斑 听雀斑 对啊 好 我们现在听一下 卢凯彤的雀斑 九点四十分 现场访问到的是 卢凯彤 嗯 嗯 Zither Harp 很想在墙上写葬话来敷衍你 不然就像脸上 这一圈来停止这温暖 我们翻来又覆去 我也走不太近去 你那无间不醉过去的围墙 就算我能看得穿 就算透明像月光 回忆又来又去却不散 早上太温暖 弄得这么干 颜色的璀璨 曾经的遗憾 我不敢去想 爱的那么阔 微弱的呐喊 风吹雨散 剩下我在泛滥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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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有多远的距离 都只会印象出回来 悲伤就像海洋 你把我淹没我一切的梦想 我们翻来又覆尘 我也走不太近去 你那无间不随过去的围墙 就算我能看得穿 就算透明就越光 回忆又老去却不散 早上太温暖 弄得这么淡 颜色的璀璨 曾经的遗憾 我不敢去想 我爱得那么阔 埋在被微弱的呐喊 风吹雨散 剩下落在 幸福的中央 显得那么淡 也许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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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暬是彻象的 我爱得太阳 潇洛的佛梦 尖啫asa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的唱片店都开始倒闭了 台湾的也其实差不多 也是喔 对啊 唉我觉得香港的唱片有时候太偏重于夷映音乐 然后我们请来演出的人都是一些很大的团 例如YouTube,Muse,Hedgehog Boys这样子 可是在台湾你比较可以看到一些很生活化的乐队 你可能每一个礼拜三去Legacy 都会有本土的一些乐队在演出 你也可以跑进去其中一个咖啡厅 看到远出名的演出 自弹自唱 他们不需要很专业 可是他们都有故事想要分享 在香港这个节奏很快的地方 你比较不容易找到这种东西 我上一次去香港其实是在 信者得爱那张专辑之前 那个广东版本的 就是正向Sammy的那张 他其实有一个广东版本 然后就在公车牌上看到 诶Sammy诶 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名字了 109年的时候 09年底的时候 对 然后那时候唱片好孩子的门口就会放Sammy的专辑 诶 我有做他那个演唱会 好像 要这样子说好了 他有说 他有做 他有做演唱会 嗯 就是你的那个经历啊 有很多就是跟那个什么大牌合作啊什么的 大牌 是大牌没错啊 Eason的大牌嘛 Eason 他很可爱的其实 对 你们的大牌意思就是那个啦 对 就很红的意思 对对对 的那个大牌 你很牛 对 特活 很什么 很牛特活 很牛特活 火 火 对啊 这个 牛特火 我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我 牛啊 很牛 不是很牛 好像不是 因为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对 好 不用解释 不用解释啦 再解释下去可能 没有问题 有沒有,很恐怖啊 文化的差異有沒有 台灣跟英文文化差異很 對對有一點大 我到現在才慢慢可以了解 例如學到一些你們用字的用法 像是說 像是說 我現在一下子想不起來 很多字就是不太一樣 對 可是現在應該會有一些比較接近的吧 不是,是我們廣東人學了你們台灣人而已 沒有比較接近 我們的用字的方法真的很不一樣 我覺得 而且你們跟內地又不一樣 對 所以我從 常常三個地方都要去 就 有點精神分別 對 兩岸三地 沒有嗎 我前天 我昨天來的對不對 對,昨天 我昨天來的時候 你昨天早上還跑 哇,你的通告就很滿耶 對,對,對 超滿的 因為我前天從溫州回香港 對 一下飛機就開會 對 一下飛機就開會 然後早上又要跑電台的通告 是 然後中午就跑去機場 我到那個櫃台的時候 那個地勤的小姐她問我 欸,小姐你要去哪裡 我拿出我的護照 我說不出來 完全忘了我要去哪一個國家 她就笑 然後後來我的經理人才說 嘿,你要去台北耶 嗯 對 為什麼會說到這個 啊,說到精神分裂 對,精神分裂 還有語流的差異 就是這樣 對,就是 我以為可以把通告牌的這麼的滿 你問我公司 啊,對啦,公司 為什麼可以把通告牌的這麼滿 有沒有 沒有了,其實這是我自己的意思 對,因為是說 什麼動力讓你support 去做這些事情 要不然其實這個時間 你應該出現在這個吃蛋白的麻辣火鍋店 欸,我很想 我很久沒吃麻辣過 嗯,因為我覺得這張專輯 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嗯 這是我跟蔡德才第一次聯合監製的一張專輯 然後裡面有很多人山人海其他成員的血汗 嗯 如果推出了之後 我們不好好把宣傳做得好 嗯 我們是對不起這張專輯的 而且現在在市面上 你可以看到的 看到的專輯 看到的音樂那麼多 對 我怎麼樣可以吸引你 去看我的音樂 或者去聽我的音樂呢 一定要下一點苦功 所以說把封面弄得非常的素雅 這樣子是一個正確的方法嗎 對啊 很素雅 你不覺得很素雅 而且很有氣質 就一整個白白的 整個白白的 然後上面這個粉紅色的icon 對啊 其實是The Ripples的意思 聯繫 The Ripples 就是這張專輯的英文名字 它從一個實心的 就是密密麻麻的 慢慢擴散出去 嗯 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說所有的那個花花綠綠的 這個專輯封面當中呢 就是來一個比較白的感覺 會比較讓你好搜尋到這樣子 對 然後大家可以搜尋 魯凱彤 我在所有網站都已經在宣傳這個 掀起專輯的內容了 嗯 是是是 對 那個 不過我對這兩張照片其實也蠻有趣的 就是 這個是有煙火 對啊 聽說還炸傷手是不是 炸傷手 對 好險現在沒有那個傷口了 現在好很多了 之前這這這這裡跟微子都是黑色的 嗯 煙火 對 代表了求救的訊號 我好像一直在音樂裡都在 求救 拯救自己 而且要告訴別人來拯救我吧 這樣子講好了 對你來說 創作音樂或者是在音樂這一個圈子的 是為了什麼這樣 像當然有些人就是為了糊口飯吃嘛 專業寫詞人啊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是我為了拯救自己 拯救自己 拯救自己 嗯 嗯 小時候是一個非常不開心的小女生 嗯 非常內向 嗯 然後我是認識了林二文跟黃耀明 嗯 我才開始覺得 欸 原來在生命裡 你可以做的事情有那麼多 嗯 原來我們除了可以跳舞還可以唱歌 嗯 原來 欸因為我入行之前是跳舞的 入行之前是跳舞的 對小時候是很喜歡跳舞的 對小時候是很喜歡跳舞的 就是小時候 小時候比較好動嗎 不好動 不好動 不好動可是愛跳舞 欸愛跳舞然後 嗯 也很愛踩那個 腳踏車 滾 欸 單輪車 沒有沒有是那一種 Roller blades 嗯 飛輪喔 飛輪喔 就是有四個人子 踩那個 踩飛輪 踩飛輪嗎 踩飛輪喔 Roller blades 喔 喔 比較怕 可是在街上踩的 滑輪喔 滑輪喔 就是在滑輪 翻走的流冰喔 什麼 網友幫幫忙 哈哈 Roller blades 是什麼 流冰血 流冰血 不是 應該你說是直排輪吧 直排輪 在街上的那一種 對啊 直排輪 對啊 我小時候玩很久 然後 欸 是你在路上跑對不對 在路上 就移動了對不對 直排輪 直排輪 我小時候是 呃 很 還蠻壞的 就是會在街上 在很熱鬧的街上 我們一群人就會一直 都一直逛 欸 可是鄉 因為 因為我不太確定你到底算加拿大還是香港 我們 我是香港 呃 我是加拿大出生 可是香港長大的 對 可是香港好擠喔 對啊 對啊 所以才壞啊 你還要這樣去擁擠 擁擠 因為我 之前去香港玩啊 然後就是 走來走去 然後就覺得香港 到處好擠 然後我找不到地方 可以讓我 坐下來五分鐘的地方 是沒有供應這個服務的 香港 哈哈哈哈 你知道 在台北市人說擠為擠喔 可是他有辦法 對啊 你可以找不到地方坐下來 他會找到一個公園 或者一個 你們的Family Mart 或者7-11都可以坐下來的對不對 對 我們完全沒有 連交通工具啊 那個椅子啊 對 有沒有什麼用 因為大部分這樣上去的時候 都已經是滿的了 對 香港好擠 每一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咯 香港就是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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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 站著的地方 就是香港 對對對 那我們怎麼會講到這邊呢 喔 我們是在講那個 從小出生那個香港嘛 對對 從小長大了 對 從小長大的地方 然後小時候覺得自己不是很開心 對 欸 怎麼會講到這裡 所以我覺得音樂是拯救我的一個最大的原因 嗯 我覺得音樂裡面我找到很多力量 嗯 大概是幾歲的時候開始接觸音樂的 其實很小了 因為小時候爸爸會在客廳裡面放歌 嗯 可是真的開始自彈自唱 算是我彈吉他的歲數 九歲的時候 九 比很多人都早 你知道很多人啊 很多女生 台灣的女生會這個吉他這件事情喔 嗯 大概是在高中的時候 對 只是 高校的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爸有教我 嗯 然後 我覺得練吉他那個動作 我很著迷 嗯 我覺得他比玩電動玩具 對 更好玩 嗯 你可以從你的手指非常硬 硬邦邦的 嗯 到非常柔軟的去彈一首歌出來 嗯 是到今天還是讓我很著迷的一件事情 嗯 這個文化的差異可能會出現在 一樣是九歲台灣的小女生 可能會在六歲的時候開始彈鋼琴 對 那時候的電視廣告會教你說那個什麼 彈琴的孩子不會變壞 然後小朋友就說 我小時候也有彈鋼琴 喔 我兩年之後就放棄了 我也是變壞了 怎麼會這樣子 沒有啊 你還是在音樂上面啊 因為那時候的title叫做 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了 對啊 真的是 是 後來就那個 接觸了 黃耀明這一班人之後 開始 就重新開始真正的接觸音樂這樣 對 然後也接觸了音樂製作 嗯 因為製作是跟 呃 你平常在家裡玩音樂很不一樣的東西 是 你要知道在錄音室裡面 你要聽著那個click 叮咚咚咚咚 一直錄音 又要有感情 嗯 哇是真的很困難的一件事 對 呃 所以一直以來 他們給我很多演出的機會 嗯 讓我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嗯 是 好 所以說呢 這個到這一段的時候呢 我們還要開始聽歌了 這段我們還聽到的歌曲呢 還是沒有自唱自唱嘛 那我們就先來聽一下那個完整好了 妳的表情 太多了 她說呢 親愛的人 我知道妳心中 哪有得於 她 我再細心的渴 要和你的一次透明 太似妄想的症 不然我已染了灰色 未来辟觉你又想崩溃 为下眼再寂寞 但似圆尽 亲爱的人我总有一天 适合你的表情 亲爱的人我知你心 最必有乐归 相信的 稀奇的 挣扎的 知识挣扎的 会停 村内的 古怪的 政治的 知识 这一天 记得 谈谁 山西极 我再細心的痛 要碰你的一個反應 太刺響逼的情 我無奈而拍了休息 未發覺你也想崩潰你 為何要再寂寞兩次表情 我再寂寞幾乎 我再寂寞幾乎 說不定 我再寂寞幾乎 随机上 我也敢过逃遂 深深陪 陪陪陪 走走回 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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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机上 让人过去追 不寻不悦 我终有一天 只陪你的深情 我们 亲爱的人 我知你心中 必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一科 你低着漂浮着在街上 你装作坚定 我没有你没有 是别的只愿你试着风景 陌生人擦出一个黑影 我想说的故事未发生 你已经忘记 是零零的空气被抹上 一道黑色墙壁 陌生人走回 这 晚约10点04分 虽然说现在已经快到半夜了 不知道有什么通告的时间 有点晚 真的对不起 因为我们刚刚在聊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叫做是 早睡早起 晚睡早起 晚睡早起 其实好像很不应该 可是习惯了早起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像我们一直在巡回的时候 几乎整个乐队的所有乐手 都会很早起去吃早餐 我觉得这一代的乐手 跟以前 不要说这一代的乐手 我跟你讲 这一代的年轻人都有问题 都不一样了 没有问题 就是 有问题 对 我们太沉迷于 科技 可是有很多我认识的朋友 都很迷恋做运动 然后希望身体可以健康 吃素 就是我们都尽量 可能是听了太多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 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一部分的社会责任 要去拯救这个世界 所以希望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得比较好 是 对 所以说是因为这个这样子的理念 然后突然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我只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也有一群人是比较自爱的 自爱的 对 糟糕我真不自爱 我今天还干嘛跟你访问 我们先走了 对啊你干嘛 现在十点零六分 你快放我回家 快点回家睡觉吧各位 没有啦 那个 那我先 我们这个通告本来是晚上七点钟 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九点钟 我私底下在靠近 有原因吗 有真的有原因的 对 那个每个人都有家 我的家并不在台北 对啊 我要回家去 那个 关怀一下家中的长辈 对啊 就好像说 你在台湾的时候 然后妈妈还飞来这边看你的那个现场演出哦 嗯 对 呃 他们来了看我的Legacy演出 嗯 然后看完之后非常感动 哦 呃 觉得他们看过我很多演出 可是这次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个人 嗯 然后 呃 你这次是说当你在帮其他的人的伴奏的时候的演出 他在17的时候他都看了很多 哦17嘛对嘛对嘛对 他觉得我个人风格很强烈的 很强烈 强烈的打动到他 嗯 这是让我很嗯 嗯 那好那个哦 嗯 你的演出让我好强烈的被感动到的人 对啊 我 这个这个句子好 好先进的感觉 因为他们是最了解我的人哦 嗯 家人 虽然我们常常都说 呃 爸妈 呃 现在不会了解自己 嗯 因为我都不跟他聊天 可是我不认同 嗯 我觉得某程度上 自己的家人还是非常了解自己的 最了解 因为我们就留着他们的协议啊 嗯 所以他们是很了解我们的 或者是多少在他们的身上 呃 你的一些东西在他们身上的同事啊 对对对 对 对 或者我再重复他年轻时候的自己 所以你觉得你妈妈应该也是个Rocker 他真 他到现在还是一个Rocker 哦 真的 只是他 他是有唱歌的 可是他没有在呃 音乐圈里面发展而已 嗯 他是Rocker的原因是因为 他现在六十岁了 嗯 还会 出来工作 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工作 他突然 去年觉得 嗯 太闲了 我还想工作 我还可以 他就重新去考一个房地产的那个牌照 酷了 太酷了 而且一抵过就Pass了 啊 然后 然后他现在就每天就很忙着要卖房子 超可爱的 我觉得他 房地产耶 房地产啊 他以前是很很棒的一个房地产的顾问 嗯 嗯 所以说 哇 又是了 对 你妈妈也会炒房就对了 他不会 不是炒房啊 就是那个房子的那个很了解 他很了解 然后他很有热情 嗯 他 他眼里面的那一团火 是我觉得很熟悉的 因为我觉得是他遗传给我的 嗯 嗯 是 哇 所以说呢 这个在这边呢 假如说有 有兴趣啊 对这个香港地产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找我妈妈 刘妈妈 对 刘妈妈 刘妈妈的那个粉丝页跟微博呢 已经写在上面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就是 好 我想买一个那个金沙嘴附近的啊 可是金沙嘴附近都很满了 我该怎么办 好 我妈妈就会 妈妈就会说 啊 没有 我知道那边还有两户 有没有 对 大概是这样吧 大概是这样 对啊 我不知道香港地产的状况是怎样 超贵的 我知道超贵啊 台北也是啊 台北也是地价很高啊 台北开始越来越高 对不对 嗯 不是开始 已经 已经 很久了吗 已经回不了头了这样 我们香港都是啊 我知道香港 那个房子很 我如果在看你们香港 那个 很小 苹果的那个 还有那个什么 一个 铁笼的那种房子啊 对啊 有 还是有的 对啊 香港还比台湾惨 因为 在台湾一些 呃 文艺青年 他们可能住远一点 也可以自己呃 做一些工作 可以维生 对 可以搬出来自己一个人住 可是在香港真的 不太可能 嗯 第一就是失业率很高 嗯 第二 薪水很低 薪水很低 然后一个大学生 嗯 毕业了 他可能也只是 赚到 百亿色龙 一万六千块台币一个月 大学生哦 这有没有很惨 你怎么交租金哦 你 房租不够 对啊 你只能跟爸妈一起住 嗯 而且那个房子都很小 很小 对啊 这个大概是 这个一户了吧 可以是一户 可是 所以我是 我算是幸福的一群 嗯 我在音乐里 除了可以维生之外 我还可以找到满足感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 因为你关心这个社会啦 所以说大部分的那个 取材也就是从 自己 社会 当中去 当然 我觉得每一个 大部分的创作人 尤其是我非常崇拜的 外国的创作人 例如 Nina Simone 嗯 Jeff Buckley Bob Dylan 他们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 呃 观察者 嗯 这是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你不仅仅要 创作出好的歌曲 对 打动人心 对 你其实还有一部分的责任 受害的责任 记录这个时代 这个年代的东西 嗯 呃 你可以把 时事的新闻 嗯 记录在歌曲里面 记录在歌词里面 嗯 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 真的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要开始写这些创作 或者是这些东西 对 例如 花屋中起舞这首歌 其实就讲到 环保这个议题 嗯 是 嗯 疯狂的满足 疯狂的双目 嗯 我觉得这一句是写的蛮好的 因为我们一直想到或者讲到环保这个议题 说来说去都只是想要表达一个讯息 就是不要太贪心 嗯 我们城市的人太贪方便 太贪 贪心 要有很多物质上的东西 对 可是我们忽略了 就是我们度这个地球 是有责任的 对 而且有时候你 你用了一个塑胶袋 用一次就把它丢了 它到底会被丢去哪里 你有想过吗 嗯 那种东西会遗留 遗留在 好几千年了 在地球上 好几千年 对 然后 这些东西永远都会让我很 很不开心的 嗯 很在意 很在意的 连我 其实出专辑 我会用到很多纸张 嗯 我也会不好意思 我也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些不太环保的事情 可是 就是因为 这样我们更加要让里面的内容变得有价值 我们不能马马虎虎的做一些音乐出来 然后印刷很多张 然后拿去卖 嗯 我们希望这些东西真的可以改变人心 是 所以说 诶 我们应该先那个听智坛智坛的部分好不好 荒芜中起舞 才一小段吧 对对对 来 选择时代的糊涂 打下来我们的荒芜 只要收获过的门族 只要收获过的门族 不管小排小白兔 趁着热闹的电剧下起来我们不在乎 只要收获过的门族 就算太阳变得热门族 就算太阳变得恶毒 我们的种子中出现前一片的游户 还让我们永远迷怒 而且啊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 弄吉他 也是用到很多数目啊 因为我们更加 对啊 更加要好好的去保存自己的乐器 让他发出来的声音有意义 那个你对我那些摔吉他的人感觉如何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摔吉他 对这是我承诺自己的 那个态度这样 诶 有了问说啊 刚好讲到这首歌 他说这首歌曲什么时候会有MV呢 很快啦 对啊 也是于静平老师拍的 然后这次用了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concept去拍 先不讲 然后 其实还 应该过一个礼拜吧 就可以推出了 应该就是 诶 这次拍MV的时候 感觉如何 就是 对 花五十七五吗 你或者是其他的MV 其他的MV 我 我主要是跟欧雪儿 跟于静平老师 一起完成 整张唱片的一些MV 我觉得从拍MV 跟被拍照里面 我认识了自己的弱点 我反而不是在唱歌 唱歌里面的弱点 我一直都知道 可是性格上的弱点 我真的是从被拍里面 就是看到那些带子的时候 突然就好像知道了一些什么这样 对啊 然后欧雪儿也会一直跟我讨论 他会说 你因为心里面有太多 局数的东西 局数 局数的东西 然后 所以你做不出某一些表情 或者动作 那我就会反省自己 我确实是 从小 可能 入行的年纪太小 嗯 我很容易就去模仿别人 以为这样就是对的 可是没有去看清楚自己 所以做唱片 或者接下来我出的摄影集 嗯 这些东西都会让我 呃 让我更清楚自己 然后 成熟后的卢凯彤 原来有另外一面 嗯 大家可以 继续留意 就是 其实大家也是看着你从S7片这样子移入过来 会发现你的成长在 哪些方面 假如说 长期都有看的人 应该就会知道这样 对对 对对 那个摄影集的部分啊 这本7月要发行的 7月中 而且是第二本 第二本对 下一次出 应该是四年前了 这一次会有多一些文字 嗯 然后有一些 例如有一些歌的demo歌词也会放进去 嗯 呃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就是 我帮黄耀明写的一首歌叫角色 嗯 可是他本来的歌词是 两种 两种药品的爱情故事 嗯 大家到时候买来看就会看到了 就知道了 配上我的呃 我的照片 照片 对 然后再听我的专辑 你就可以更立体的看到 原来我的音乐风格是这样 然后我想要表达的 原来是这样的情绪 嗯 是 这个呢 香港会发行啊 台湾的朋友呢 呃 反正晚一点 才会有空运来看 你可以来香港买 也可以 我啦 这是台湾 没有啊 我7月22 24日 24号 在香港有一个演唱会 嗯 就是一连五场的 先起联场演唱会 嗯 到时候有得卖 那还在香港啊 在香港啊 对啊 台湾还是 来啊 我都来这么多次了 来包个套 不然我再给大家一起分过去 不然就要在网路上买 对 嗯 没那么珍贵啊 因为在现场的演出之后 可以立刻签名 嗯 也会有rock movie品牌的 其他东西 有得买 嗯 是是是 对啊 哇 台湾著名摄影师 于静平 亲自曹导 将 最真挚 纯粹的一面 敬献在大家的面前 这个拍这些东西啊 因为我们手上 刚好只有一张 然后这个 这张拍的时候 感觉 那时候在 想要表达什么 想要表达 我的头发根数 是完全长到一起的 嗯 真的 没有在开玩笑 真的 就是有一种 凌乱的 很凌乱的美 嗯 我觉得 配上那个日落 嗯 觉得小鱼 真的很会拍 嗯 这样现在看一下 光是这一张 就很有故事啊 很有味道 对不对 对 其实从歌曲里面 每个歌曲都有故事 这个在最后的十分钟 我们要问一下 那个说 问说雀斑的故事 雀斑 啊 刚刚我在另外一个 live的节目上有唱 其实本来很不想唱 因为 这首歌 这首歌 真的是勾起了很多 不可以说不开心的情绪 只是 我每次唱都会陷入一种 回应 不能自拔的情绪里面 嗯 嗯 我觉得写这首歌的时候 哦 虽然用了只是十五分钟的时间 嗯 可是他完全把 把我心里面的小恶魔 嗯 叫出来 不愿意面对的 不愿意面对的雀斑 嗯 嗯 一些小灰尘 嗯 那到现在 我还是觉得 这首是一首 非常特别的歌曲 嗯 虽然 他不是你一听 就会爱上 嗯 可是你再听 几遍 你会知道 原来前面的选乐 到后面的 outro 所有东西的编排 是有他自己的意义 在里面 嗯 是 另外呢 那个 台湾 你觉得台湾 香港跟大陆 比起来台湾 最开心的 让你开心的东西 是什么 素食 素食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访问 很没有意义 素食 我一直在讲这些话 素食 素食 很多 这是我去过的国家里面 最多素食的地方 fast food那种吗 不是 不是素食 素 吃素的素 哦 Vegetarian Vegetarian food 对 对 让我很开心 我觉得我住在这里 就会很健康 真的 因为我从18 反正六年前就开始吃素 然后 在香港 尤其是工作很忙碌的时候 会越吃 越不健康 每天可能只是吃两个 鸡蛋三明治 应该是说 香港的鸡蛋 非常的 我不连狗头的是 他们的菜很少 香港菜很少 他也是有名了 只是他的素食不多 有一个合餐里面 对对对 你打开之后 一个主菜 一个饭 然后 就这样 就没了 台湾就没有 台湾就没有 台湾就要给你三个青菜 对对对 对啊 真的不一样 所以 嗯 这就是台湾非常适合 居住的地方 非常开心的一个地方 对 真的 对啊 那 所以说 你今天到底现场要唱什么 我已经忘记了 还可以再唱两首吗 一首吧 一首吗 别太贪心 你们 随便 没有 我就随便问的啊 哎 对 跟你那个网友讲的啊 啊 那个 下一首 是什么呢 下一首是什么呢 对啊 下一首到底是什么呢 当你的眼神 当当的当当 再当当 等你说我们 这个风和日里的秋天 没有别的事情更温温 除了 当当的当当 再当当 等你出现 想想是想想 是想想 想你几片 然后来咯 再看看 可看看 可看看 看你流个 什么的眼 在这对起心碎 的世界 发现你给我的 很体贴 我要 我要 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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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着体验 你温柔的 看 你温柔的 在我身边 多好 怕怕怕怕 我怕你不爱 差一点 我就放开 在个互相揣摩的几天 爱在星空里埋下浮现 我要 当当的当当的当当 等多一夜 当当的当当的当当 把你打结 当当的当当 记住一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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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 我爱 谢谢 拜拜 谢谢 今天事情告诉我们就是 那个时间到我们可以走这样 哈哈哈哈 就这样 没有啊 后面有几个东西还要开始讲一下 像是说 台湾最近的几个表演的这个时间 对 7月1 2 3号 就分别在台中宜兰 跟 7月3号在台北的女物店 嗯 会有我自己个人的演出 不差遍的演出 到时候 就会带来更多 专辑里面的新歌 嗯 可能是在台湾没有演出过的歌曲 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好 老师如果大家听完的这段呢 完全不晓得 我们在访问什么的话呢 也没关系 好 快点去买一张专辑 会比较快 有没有 先起专辑 一定要买 对 另外呢 香港的朋友呢 这个 22号到24号 对 7月份 我们分白天跟晚上 哇 很辛苦 有没有 嗯 还好 其实在台湾更辛苦 哈哈哈哈 而且台湾 台湾通告才来4天 这一点 很密集 对 很密集啊 真的 没有啦 在香港也一样的密集 对啊 我就昨天在看 你的那个通告表 嗯 今天不是在台湾吗 早上怎么还有2个通告在香港 有没有 3个 对 哈哈哈哈 对啊 可是 我觉得 我觉得 因为你是 你有一个信念在这个上面 所以说我觉得 对 然后 我觉得 我们需要用自己所有的能力 去告诉大家 这种音乐是美丽的 希望你们会欣赏 就这样而已啊 对 真的 好不好 好 请大家这个 多多支持一下 卢凯彤 这张掀旗 谢谢 而且大家早睡 早起 明天记得吃早餐 吃早餐是一件ROCK 哈哈哈哈 不知道 超人家的句子 我真不好意思 不太好意思 不要乱超人家句子这样 好 那个 假如说呢 想要这个 在网络上 找卢凯彤的话呢 他有这个 微博啊 粉丝页啊 还有铺量啊 我非常鼓励大家 在我的微博 plug 或者在Facebook留言给我 因为 其实我很常看的 就 欸 有时候看自己的那种 Facebook 真的是一件非常 开心的事情 就是很爽 至少就 而且知道 有人在那个 关注你啊 想要问你问题的时候 这真的是一件 我比较有兴趣的 就是知道 大家 听完这张专辑之后 有没有觉得 一次比一次 听得深入 然后 你有没有 真的去了解 歌里面的意思呢 嗯 然后 他会不会勾起你自己的故事呢 你都可以跟我分享 对对对 反正他会自己去搜寻 当突击队 用自己的歌名 当关键字 用自己的名字 当关键字 收一收 嗯 对啊 鲁凯彤突击队呢 这个今天我们就访问到的就是 鲁凯彤突击队的队长 对 就是自己 对 谢谢大家 对 好 反正就是 新的专辑呢 叫做掀奇 对 所有的问题呢 请到这个官方的这些 网站上面的 你就可以找到啦 对不对 真的 好 今天呢 谢谢鲁凯彤到这边 谢谢 拜拜 我经过的喜车 冲击的恋爱故人 令我阀力 深深奈烈再落汗的 因神便 找到惨外的 人迷迷我 我偷偷看 我不懂怎么去解释 当你一起换发热力 甜蜜要让我无敌 芝麻从外地 人迷迷某 直发发痛 你正在暗移动 宣伤 你竟然 你不懂 你你你把温乱 你把温乱 零小便 你不懂 你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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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酒店 你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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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